最后他问我 如果周围是另外一群人 你还会是你吗 他在这个城市穿梭 却又总像一个旁观者 看着人们不断更换崇拜与烟雾的对象 捍卫着反复无常的对错 他参与每次狂欢 人生每份孤独 人们都见过他 他就住在这里 住在每一面镜子的背面 夜晚花灯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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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在床边向下看 看到人群在嘻嘻嚷嚷 比日间更像一个整体 像一块五彩斑斓的霉菌 随着红绿灯的节奏 如动着前行 夜晚有种魔力 人们总在这个时候 释放出内心的私人珍藏 恐惧或贪婪 识血或脆弱 看過世間繁華的氣象 也去過最不深寒的地方 有人得意有人偏執成狂 雨下的掙扎著被遺忘 時間越來越快 日夜短的古怪 或晚間 溫如行走的才 人眼前世正在 物質又被重懷 雖然悶追溯長輩 熱鬧的存在 愛 空白 愛 我是骨子裡面很狂熱的那種 雖然平時生活裡面就是 因為我有合適的抒發口 把這些狂熱的東西抒發出去 並且盡我的權利讓他在這個世界存留是有價值的 讓他就是不只是對我有意義 希望他對其他人也有意義 每天都在幫忙 而且沒有經過白天聽說你是做音樂的 應該你也能夠了解 操縷那對情侶 操縷那對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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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這發了 Absolutely 我都是承擔的一代 那是若人承銷 寂寞 列世上天無現場一門飄惟了 不管明天會遇到些什麼之藥 反正我天都不會想要自己的那麼繼續唱歌 他在臨走前告訴我 每個人的心裏都有見不得光的角落 想要不被黑暗吞噬 只有讓內心永遠狂熱 如昨日一般 深圳 你们好吗 世界新变 和风在云下不激烈 想法总是爆炸的后来业 被冲烷的似习绣投屁血 陪我们不再使劲这一切 Hold on 再一次 Hold on Hold o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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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你们起点好吗 满足整个布丁 不处的味道在背后飘舞不停 沙灯影 蓬蓬影 点放不清 被打掐散 也无关深圳不停 就 就 就 快来救我 原来心无裂的鼻子太不忍忍困惑 流光雪地出了肩膀别让他们盼目 靠着笑的只为默默笑的实在快乐 谁来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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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救我 谁来救我 谁来救我 他说在这个世界 男人的话还不够公平 成果是想要在家 也会猜什么东西 最练之丧音放映 Cathic Movie 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 不好 你们今天过得很奇怪 你知不觉今天过得特别快 刷了一下就过去了 一下就在年尾了 但是现在想起来 当时刚隔离的时候囤口罩 然后在家呆着不能出门 觉得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好久了 我和他认识已经很久了 久到我几乎记得所有的事情 却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总是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比如 为什么每次低着头走路 总会走到人多的地方 为什么在人群中 总会忘了抬头看头顶又没有星星 我们一直走着 与之周遭的一切开始变得混乱 无数的灵魂在身边涌动 来不及分辨哪个是天使 哪个是恶魔 天空变得陌生 年代也变得模糊 他离我越来越远 远到看不见 我大声叫他 声音却被嘈杂的人群所淹没 我接下来电话是他的声音 他说 如果周遇是另一群人 你还会是你吗 离开人群 去听你内心的声音 好高的美哥 压饭不错的晚上 排排三张相片 在看街口便当 夜路都格外宽敞 记忆中的少年擦干了嘴角的伤 大招晃在楼顶上遥望 他在想 他在想 这世界多漂亮 别再幻想着需要抱谁 别再跟世界对抗 哪怕有时不在你手上 注定要输掉全场 快停下那种疯狂 许了解身边扭曲的平常 快停下过着妄想 世界不为一个人而遭 习惯对此的拥抱 每当思念想要情话都没办法 战边情话传道而你已有时差 我摸摸你指甲 曾划过流的疤 笑又没人叫话 越顺着他越潮潸 我在独角 日夜煎熟 想念挽绕 梦想念挽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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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绕 绕绕 蓝绕 李宗盛 蓝绕 绕 绕绕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下》这首歌 是我给世界的一个愿望 如果你心中没有行星的话 我送你一个银河 把白色团成熟 让现空荡的宇宙 对 我记得当时到剪奏的时候 吉他Solo一进来 然后等一下子 然后我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只能看到别的模糊的一些光线 然后看到底下的一些模糊的观众 感觉自己已经飘在银河里面了 因为以后连旧的欲望都成功 愿你还能陪我听 最后的梦还散 我只留在胸口 在舞台上我觉得我的任务 只是忘我而已 自我这个意识掉消失掉 你只要跟观众讲这个故事 我到舞台上只需要做这件事情 谢谢你们学生 你转不转吗 你一眼都转不转 我到中间后面的班 他其实就已经忘了 我一忘了我在演出 整个就是我一直低着头看着琴健 然后我就有一段时间忘了我在现场 你穿越到哪里了 家里或者拍联视吧 记得有人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化作一颗星星 挂在天空 小时候我总是抬头望着夜空 我找到了一颗最特别的星星 我相信它就是自己的那个 遥远又亲近 于是此后的无数个夜晚 我努力在天空中寻找它 每每找到它 就好像找到了自己 要是说的 我希望他们能 找到点亮自己的那个东西 每个人点亮到生命里面的东西不一样 对于我来说肯定毫无疑问是音乐 我写所有东西 写光明的东西 写黑暗的东西 写很吊诡的 不知什么 我自己感觉最后总是在往一个地方引 就是往有光的地方引 我喜欢这个声音 我喜欢它的气质 我喜欢它背后能有的想象空间 它的声音就是很孤傲啊 就是一个在雪山上看着人间的一个声音 它不是在市井中的一个嘈杂的 撕出乱耳的那种撕出声 我觉得只有孤傲的人才会选择离群吧 不孤傲的人会选择苟且 也没有任何错误 只是对于我来说 孤傲是一个更能让我睡好觉的人生选择 不是非要离群 但是离群是因为我觉得 离群是有问题的 嗯 把这脆弱买戏 最自我怀疑 当别人家里的迷茫被欲望满溪 在你的冲击中每个梦想排气 但独入你时间能再清醒还来得及 如果只有一种如果 又活着根本没有活着 那即便孤独也得更自由的活着 即便离开人气血也长了少的狂热 还跟我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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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